任盈死后,灵狐冲娶了一灵蓝凤凰为妻 生了两个儿子称霸江湖 灵狐冲生性洒脱,为人放荡不尽 根本不适合在日月神教任职 眼见灵狐冲不领兵攻打五岳剑派 任我行一起雷星 灵狐冲聪慧机敏 也从任我行的眼中看到了杀机 灵狐冲和任盈一般协商之后 二人敲敲出了黑木牙 从此在杭州的美妆隐聚 灵狐冲和任盈结为夫妻之后 白天在梅庄秦霄合奏 晚上饮酒舞剑,好不快活 殊不知天有不色风云 任狐冲和任盈都没有想到 看似温馨恩爱的二人世界里 一场危险正悄悄降临 某个晚上,任盈和冲哥把酒言欢 喝得鸣鼎大醉 到了第二日上午,任狐冲依旧呼呼大睡 任盈悠悠醒来之后 发现时候不早,他急忙起身 担心错过了给林平之送饭的时间 任盈做好饭菜之后 打开了牢房的大门 静止走到了关押林平之的牢房门前 任盈刚将饭菜端出 忽然感觉一股稀里稀来 自己的身子竟不由自主地朝那股力道飞去 啊,悉心大法 任盈一声惨叫之下 已被林平之握住了双手的脉门 体中内力源源不绝地倾斜而出 三年了,我终于练成了这门悉心大法 任盈一边吸取任盈盈的内力 一边仰天大笑 原来,林平之武功虽废 但他却意外发现 刻在牢房之中的悉心大法 林平之双目不能事物 但可以通过手指触摸 修炼悉心大法的口诀 林平之的武学天赋不弱 他花了三年的时间 终于将悉心大法炼成 林平之神功虽成 但仍忌惮灵狐冲的武功 他瞅准机会 带到独自送饭的任盈 这才突然发难 吸了任盈盈的内力 又拿了牢房的钥匙 打开了秀祭斑斑的铁门 林平之双目失明 但耳朵极其灵敏 他拿了一柄长剑探路 不一会儿就走出了地底 林平之数耳倾听 竟听到了林狐冲的轻微憨声 林平之双手紧紧握住剑柄 捏手捏脚的朝林狐冲靠近 正当林平之入处凝笑 挥舞常见朝林狐冲刺取之时 呼听一声清贺叫道 冲哥 小心 原来任盈被林平之吸走内力之后 尚有一丝利息 他深知熟睡中的林狐冲未在旦夕 于是凭借顽强的意志爬了出来 最终一声清贺 喊醒了睡梦之中的林狐冲 林狐冲眼见林平之手持利剑朝自己撕来 当即一个飞身 避开了林平之的长剑 看着林平之以及倒在一旁的任盈盈 林狐冲历时明白了一切 他使起长剑 施展独孤九剑和林平之 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对决 一个将独孤九剑练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 天下间的任何武学都能一一破之 一个将辟邪剑法烂术于胸 那诡异的身法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出招速度 都让林平之达到了魂不似血肉之躯的境界 然而 一来林平之双目失明 二来邪不胜正 三百招一过 只见林狐冲手中长剑一抖 只听刷的一声 剑剑已穿透了林平之的前胸后背 扑通一声 林平之倒地不起 鲜血流了一地 隐隐 林狐冲急忙赶到任盈身边 试图将他扶起 冲哥 我恐怕不成了 你 你好好保重 这个重词刚说出口 任盈一口气起不上来 就此气绝而亡 听闻任盈去世 以林和蓝凤凰都前来梅庄 探望林狐冲 林狐冲本就喜爱喝酒 如今家人已逝 林狐冲更是借酒消愁 醉生梦死 以林 蓝凤凰都深爱林狐冲 他们见林狐冲如此颓废 二人决定留在梅庄 照顾林狐冲一段时间 一日 林狐冲酒醉之下 将一林荡成了任盈 二人擦枪走火 有了肌腹之亲 第二日 蓝凤凰见一林 时不时脸颊飞红 再三追问之下 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得知一林偷吃尽果 蓝凤凰秀眉微品 冷哼了一声 当即冒出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当日傍晚 蓝凤凰带来了一谈 自酿的美酒 他和林狐冲吹杯幻战 很快就喝得头晕目眩 蓝凤凰乃苗族人士 本就皮肤白皙 千娇百媚 在酒精的作用下 蓝凤凰更是妩媚妖娆 荡人心祸 林狐冲望着烛光下的蓝凤凰 不由的意义乱情迷 大半年过后 一林和蓝凤凰的小妇 都高高隆起 眼见生米煮成了熟饭 林狐冲只得选了一个 黄道吉日 迎娶了一林和蓝凤凰 数月之后 一林替林狐冲生下一子 取名为灵狐求败 灵狐求败很好地传承了 林狐冲和一林的侠义 他练成了独孤九剑和紫霞神功 出任了华山派掌门之位 蓝凤凰也替林狐冲生下一子 取名为灵狐霸天 灵狐霸天继承了灵狐冲的智慧 也传承了蓝凤凰的义正义学 在炼成西星大法和义金经之后 灵狐霸天出任了日月神教教主之位 此后 灵狐冲和一林 蓝凤凰在梅庄快乐地度过了余生 而灵狐求败 灵狐霸天义正义学 称霸了后世江湖